为在台中一中商圈附近 这家开了35年的泡沫红茶店 新绿洲是老台中人的回忆 也曾见证过890年代 泡沫红茶的全盛时期 但现在却传出即将在10月歇夜 不少人一听到消息都很惊讶 新绿洲开在泡沫红茶新盛时期 当年24小时营业 主打泡沫红茶 减餐 炸物点心等等 吸引不少年轻人 学生来约会用餐 在近五路跟双十路附近 更成了一整排的茶街 新绿洲老板年纪60岁想休息了 打算交给19岁儿子接手 但还没决定是否承接这块老招牌 原本在雪市路的双江茶行 在台中也有40年历史 学科杯手摇泡沫红茶 搭配简单的烤吐司 茶叶蛋 萝卜糕等传统茶点 去年也搬迁到别处开店 只剩下老饕客会去消费 双十路上怀旧餐厅 香蕉新乐园 主打古早味台菜 奠定野走怀旧风格 曾经还是台中经典餐厅之一 但2020年因为疫情 曾经一度熄灯 后来疫主仍然不敌环境 在近年6月修馆转型 这些曾经宏吉一时的 旧餐馆老茶行 不敌时下手摇引 捡餐店暴增 生意早已大不如前 有些继续撑着老店 或是跟着转型 但也有随着时代洪流 面临歇业 就看能否再有时机 东山再起 东西人在台中常报道